Melody, I love you. 早上,你好,我是阿神 你好,我是大寶 今天我們由國家 混雙代表 陳敏順 大家好 今天同樣呢,這個星期我們的他的故事呢 我們來聊聊陳敏順就是從童年到現在 我弄得很痛苦的,很痛喔 是在哪裡?在哪裡生長? 我在冰城嘛,從小就跟著爸爸打球啦 就產生最大球,很有興趣 那時候大概是幾歲? 13、14歲左右啦 然後後來有進入這個體育學校? 沒有,我從來沒有進過體育學校 所以你都是在我們一般的學校裡頭 然後一邊打球一邊上課這樣 算是吧,但是我讀到16歲我就 你就不要繼續念書了 因為畢竟真的自己對讀書是 有一點沒有興趣啦 很喜歡打羽毛球 然後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羽毛球啦 家人又沒有支持你說 好吧你繼續打球就不要念書 沒有這樣的支持啦 但是我說我不讀了 然後我就要打羽毛球 我媽媽也是贊成 爸爸就灌輸之下說 在馬來西亞你就應該要打羽毛球 所以是在中學時期的時候 就全職在打球 比賽嗎一直去? 沒有,直到15、16歲的時候才全職打球 全職打球 我在18歲我才開始踏入基隆坡 國家後備隊 來到基隆坡的時候習慣嗎? 不奇怪每天都哭 有哭喔 有想家 畢竟第一次離開家裡 有多苦 對我來說我很苦啦 就是我半年沒工資 然後家裡的環境又不是很好 比賽可不可以講講 就是那時候 怎麼樣的一個機緣巧合進入國家隊 感謝我的第一位教練 Rosman Raja 在我擊打的一個比賽 他就跟我們的教練一起溝通 然後拿我們進國家隊去嘗試 三個月 再試用期加到三個月 那就是六個月裡面就觀察你能不能夠成為國家隊的教練嗎? 看你的進步的空間有多少 看你的表現 那時候都是單打的嗎? 沒有 雙打 我本身進來是雙 那混雙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那時候 烈西 他特別 在我們的馬來西亞成為國家隊的總教練時候 雙打的總教練 特別成立了一個混雙小組 馬來西亞是從來沒有 然後就交給一個 原委的 就是 Jeremy幹 然後去指教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 走了混雙的這條路 跟吳柳瑩的一個合作是怎麼促成的呢? 這樣嗎? 他是看到怎麼樣的性質 兩個人這麼配合 就是我拍檔跟吳柳瑩 就是 我打了那時候 李隆大 那個混雙已經是開始奧運冠軍 然後我跟柳瑩就 初步開始 就打了他們三局 雖然輸了那場比賽 但是發揮得很好 那時候就開始 教練看中了 就開始抽成了我們 對 這樣跟吳柳瑩的相處 大概是怎樣的一個模式 所以我們在外面的相處 其實是思想兩個人都不一樣 然後我們唯一一樣的東西 最好的默契就是 我們在場上 我們都想研究 比方說混雙一男一女嘛 一定會有很多說 大家一直在訓練 怎麼會不會培養感情啊等等的 很多球迷都以為我們是一對的 沒錯包括我們 還好我們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在場上就是可能是 十一年 一想到陳明順想要留學 想要留學 想要留學 但是其實有過嗎 有過什麼啊 哈哈 有過發生感情嗎 沒有沒有 所以我很早就結婚了 OK 我講清楚啊 羽球對於陳明順來說 其實影響你的人生什麼呢 更多人認識我的一份工作 我可以讓我踏上 算成功的路上 就是羽毛群 所以羽毛群等於 你現階段的一個人生的存在的價值 對對對 一個存在感 給你一個超能力 你會用來做什麼東西呢 身邊的人都 心心看看 不會老 因為我們年輕人 都一直在拼命的 追求自己的事業 往往中真的 是會 忽略了自己的父母 然後當你賺到錢的時候 你想 孝敬他們的時候 你會慢慢發覺到他們已經 很愛 老了 唱老了 然後這時候你心裡 真的是很難過 那希望2020 或其他接下來的一些賽事 都可以得到好的成績 好 我們一起來支持馬來西亞的 所有的運動員 包括陳明順 謝謝你 謝謝 謝謝